我們 我們的工作就像理髮師一樣 幫樹木剪頭髮 修剪頭髮 讓它又美觀 又不會影響到駕駛者的視線 像這樣我們修的話 一天大概修四噸的量 那以一個月大概24 25天的工作天的話 大概有八九十噸的量 對果農來講 這些枝條放在地上的話 是很礙眼 也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我們這個是酪梨 然後就是要矮化 還有修理一些土長枝 秋分過後 酪梨產季進入尾聲 果農副大哥趁著好天氣 在果園來回穿梭 修剪枝條 現在是有的太高就把它修剪掉 每年七到十一月 是台灣的酪梨產季 當採摘完果實之後 緊接著就進入農民口中 一年一度的大修期 一年大概會有兩次成長期吧 小修就是套袋的時候 土長枝把它修剪掉 大修是採收完了之後 修剪下來滿地都是枝幹 都是樹葉的枝幹 一公頃的果園當中 隨處都是修剪下來的果樹枝條 滿地的廢木材大大的影響到農民工作 由於廢棄枝條重量重體積龐大 想要集中清孕成分很高 因此過去多數農民選擇露天粉燒 就地處理 卻造成了嚴重的空污問題 不能燒 現在就是不能燒 一燒就是會被開花單 再走光人工就好了 你要把它集中出來 集中出來然後再上車 再運費 這些下來 應該是一筆不少的錢吧 為了解決廢棄古樹枝條問題 吳大哥採購了一台樹木破碎機 將滿地的古樹枝條 逐一破碎撒在果園當中 成為天然的有機質肥料 我們砍下來之後就是馬上把它粉碎掉 粉碎掉之後把它鋪在樹罐下 然後讓它慢慢分解掉 它對維生物還有那些什麼東西 都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維生物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維生物 土壤的維生物越多 那對作物的就越健康 台灣是農業大國 每年農業產值超過5億元 光是一年就可以產出 超過24萬公噸的廢棄果樹枝條 除了就地破碎堆肥 其餘的廢棄木料還能跑去哪裡 這位是我們台南市木料銀行的廢數是站制區 然後占地的面積是三公頃 然後對是大概一公頃左右 那現在的量大概五六千公噸 來到台南北門垃圾清潔隊 眼前將近三層樓高的廢棄木料堆積如山 從空拍府看數量十分驚人 這裡是台南市環保局成立的木料銀行 主要蒐集民眾家中修結的園藝枝條 以及公園學校清運下來的廢棄樹枝 根據統計 台南每年可以產出一萬兩千噸廢木 如果將這些廢棄木材 通通丟到焚化爐焚燒 以每天一千五百噸的焚燒量的換算 至少需要整整八天才可以燒完 假如將這些廢木再利用 至少可以減少五千六百四十噸碳排放 廢數其實是可以再利用的資源 其實放在野蠻藏裡面 其實是資源的浪費 所以我們有把它破碎完 成木料讓民眾免費來申請 資源永續再用在農田 就是符合一個資源循環的精神 先據存放與提領概念的木料銀行 將廢木轉為黃金 不僅可以提供民眾免費申請 更可以使用在農地與工地 民眾可以透過那個 我們環保局的官網 然後他的電話打到親戚隊 或是打到我們環保局 然後就可以來申請 來現場申請免費的木料 針對工地的部分 我們這個也是可以當作 一致養成的材料之一 它可以鋪在那個工地的樓落地上面 然後那個就不會有養成的問題 將破碎木料送進輸送袋 下一步它即將華麗變身 我們如果產生火焰以後 代表可燃器過來了 那這一個可燃器過來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 切換導到發電機裡面 然後來做綠電的一個發電 來到位在屏東的高雄農業改良廠 眼前的機器設備 是全台第一座生物碳發電系統 這一台確實是台灣第一部 這樣的一個設備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區 都有相關的業者 在做這樣的一個設備的一個開發 那甚至呢有一些業者呢 他現在也已經正式送電給台電 生物碳發電系統 是將曬乾之後的碎木 逐一送到氣化爐當中 經過熱裂解等等複雜多重的反應之後 產生煙氣 接著再經過冷卻系統 將焦油與木醋液攔截收集 便會產生氫氣 甲烷及液氧化碳 等等合成氣體 最終導入發電機 便能夠產出濾電 我們後面這一套設備呢 他每小時呢大概進料量 是150公斤的一個破碎木料 最高可以產出100K瓦的一個電力 相當於100戶小家庭 一小時的一個用電量 生物碳發電系統 除了能夠產出濾電 每150公斤的木料 還可以產出15到22公斤的生物碳 以及等量的焦油與木醋液 生物碳主要可以作為除壽劑 或是土壤改良劑 焦油以及木醋液 則可以製成有機液肥或是農業防治使用 如果以生物碳這個角度來講 它基本上呢 它第一它可以發電 然後第二呢 它除了產碳以外 它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產出木醋液 木醋液是在有機農業裡面 做病蟲防築 非常好的一個資材 專家解釋 相較於草本職戶 木材熱質比較高 產電效率也比較高 比較適合發電 在循環經濟與環保意識 抬頭的時代當中 只要農民與業者願意合作 必定能夠擴大木料發電的市場規模 創造雙營 由農民提供木材 然後呢 業者產出的一部分的碳材料 回歸到給農民 那農民再回歸到田間 那又可以增加我們土壤的碳會 那也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 循環經濟的一個運用 那我想這樣子是雙營的一個局面 為了鼓勵農費發電 經濟部能源局自2022年開始 首度在再生能源短購費率當中 納入了農業廢棄物 目前一般事業廢棄物 短購電價費率為每度3.9482元 農業廢棄物每度則是5.1407元 以數字上面來看 農費的短購電價費率確實比較高 但專家學者認為 誘因仍然稍嫌不足 提高農費再生能源的短購電價 勢在必行 農民他哪有誘因啊 因為他的量也不可能他去設啊 那一定是要有人去投資 那他投資者一定會看 一定要找那個產顏附近的 夠他玩的 他總不能到蘭頭 印到屏東來玩吧 那怎麼滑得來 提高這個鈍購電價來講的話 因為設置成本很高 所以原料收集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基本上這個目前的5塊多的一個 鈍購電價其實是有再提升的一個空間 其實這個部分確實會對我們國內的 所謂的剩餘之彩的一個循環 有更有激勵的一個作用 面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 全世界都在積極減碳減費 利用廢幕發電 不僅能夠產出濾電 當生物碳回歸土壤 更能夠吸收儲存大量的二氧化碳 形成天然碳會 堪稱近淋碳排路上的一大轉機 如果說用我們身後這一些 純木料的原料燒製出來 然後它可以產出碳的一個材料出來的話 它未來在土壤的一個改良上 是很有大的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土壤裡面 這一個部分呢 現在也是世界各國呢 希望說把所有碳會的 目標呢 放在買到土壤裡 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台灣已農立國 大量的農業廢棄物問題始終難解 廢幕發電提供了農業資材 循環再利用的另外一種簡方 但如何永續運作 背後仍存在諸多考驗